大家好,我是孫韻,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是兩種直播股 講講講股情況 今天港股走勢一般的,早段是高開的 高開之後很快就無以為計,慢慢回落 其口更加一度明顯下跌,穿過兩萬五 最後跌幅收窄,其實下半場早段曾經升過 最後都會跌下來收,跌到六十四點 收兩萬五千一百二十點,成交一千五百九十六億 比昨天多 市金一般表現,受內地的金融股 以及香港的金融股所謂,特別是內地的金融股 今天跌勢比較明顯 其中,見銀行見到這隻跌2% 其他內銀股普遍都要這麼常跌幅 另外科技股就上升 加上部份的傳統經濟股都有一個回升 包括這隻領展4.8% 走勢比較亮麗 帶動的市場跌幅可以收窄 先講一下市場的大形勢 昨天的節目提到,今天的關鍵位是25,100點左右 今天的市場,剛才提及過 早段曾經穿過25,100至25,100都穿過 其他發上來,叫做收在25,100點之上 只不過,昨天提到的重要支持位 特別是兩條平均線 今天已經失手了少少 因為20天線也好,25天線也好 都是25,145至25,147 差兩點也好笑 換言之,今天都稍稍跌穿了這兩條平均線 走勢來說,一般地成交增加了 整個形勢看起來不太英俊 特別是配合國企指數 以至保力加通道來分析 顯示後市可能再向下的風險更大 這就是國企指數 國企指數已經明顯 早已跌穿了保力加通道的中軸 20天、50天線是快一步串了 今天已經跌到通道底 其實早兩個交易已經貼著通道底走 今天繼續是這樣的狀況 而且大家應該注意到 通道是默大的形勢 即是在擴闊中 通道擴闊中 即是換言之顯示波幅上升 跌至於波幅上升 即是跌跌就多了 跌幅比之前的跌幅更加大 保力加通道確下施 底部擴闊 而同時通道擴闊 這不是一個好的現象 顯示國企指數再向下走的風險是大 既然國企指數向下走的風險是大 已經是一個不大有利的因素 加上上證 昨天節目說 今天又回到顯示 上證仍然是壓著頂 並未能夠幫港股提供上升動力 當然它不是很差的 但不能夠提供上升動力 這是第二個因素 第三個因素是恆生指數 自己本身都是弱弱的 你剛才說的 二十五天已經穿了 而且二十天先穿了 顯示了 上次通道頂部 即是保力加通道 上次通道頂部不能夠穿的同時 反覆向下 即是考驗中軸的支持 中軸都失守了 根據保力加通道 失守中軸 向下考驗通道底部可能性是大了 特別是看到 今天的一枝 長腳的陰竹仔 很隨便的狀況 機系隨便的狀況 陰竹就已經跌落 稍稍跌入之前的陽竹的竹身之內 可以當作淡有犯工 不但低位還是比昨天的低位低 顯示向下的趨勢更加顯現出來 配合剛才所說的家的指數走勢 在形勢之下 恆生指數繼續向下考驗 重要支持位可能性是大 現在向下考驗重要支持位 當然第一個當然是二萬五千點心理關口 今天穿過一下 更加重要的是 保力加通道底部 以至一百天線所在 大概都是二萬四千六百點左右 只要換言之 恆生指數還有幾百點的下跌風險 大家要注意 但最近也是這樣 講到恆生指數之外 也要講到其他股份 因為市場繼續兩極分化 恆生指數弱了一些同時 科技股今天仍然出現 令人欣喜的走勢 其中京東一隻 看見了 昨天節目做了一套圖 但未給大家看 昨天節目講的是一個奇形的走勢 奇形走勢 今天明顯突破了奇形走勢 連奇形的頂部都穿了 照量照度也挺可觀的 要照足奇形的量度升幅計 這個奇形由竹桿底開始量度 去到這裡 竹桿底去到竹桿頂是七十幾元 很辛苦 這個奇形的突破點 大概是四百元 四百元看起來 非常遙遠 第一步是三百五十元 第一個重要的心理關口 不過其實 技術分析是四百元 根據大行的基本分析 更加講到四百五十五元 只剩下不同的東西 包括盈利質素 不同的業務 清添賣的估值 是四百五十五元 講到非常亮麗 京東這麼厲害 萬物得過呢 小米也是 今天也是厲害的 草段曾經再造過 但後來一度倒跌 後來又發上去收 升回一毫子 繼續上升趨勢 小米和京東 小米是近排最強的 近幾天 京東是早爆發的股份 這兩隻能否得過呢 剛才提及過 雖然照兩招度 其實分析是四百元 大行更加說四百五十五元 但畢竟累積升幅極大 現在追進去的風險 或者直撥率 這麼高 見仁見智 我覺得現在追進去的風險相對大些 同樣小米 雖然近排強勢不逞 近幾天 就威風了 但是現在追進去是否風險大呢 都應該是 特別是昨日節目提及的 RSI已經去到八十九 今天仍然再多一點 都是八十九水平 繼續超賣 所以換言之這兩隻雖然 一隻是較早前強勢 另一隻是近幾天強勢 這兩隻科技股 雖然走勢很亮 但是兩隻直撥率來說 都是一般 反而如果大家有興趣 直撥率比較高一點的股份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一兩隻 其中一隻就是順雨江學 今天先明顯反彈五百分 因為之前還會跌下去 還會跌到之前的密集區的支持 密集區支持 今天再加一隻竹 形成陰竹 一隻星仔 或者小羊竹 加上一隻羊竹 合成早晨之星 理論上直撥率相對高一點 加上一個因素就是 今天蘋果方面 就有消息 因為報道說 蘋果要求iPhone 供應商在今年至少 生產7500萬部 5G手機 令大家之前覺得 iPhone的5G手機 未必可以這麼早出現 憂慮就稍稍降溫 這對相關的 蘋果概念股 又來了 順雨是其中之一 所以順雨 反彈的可能性 是不小的 反彈 很有可能會考驗前浪底的阻力 大概130元左右 還有少少上升空間 當然今天升得這麼高 升了5% 明天會回 會回後 很有可能會考驗 或者挑戰前浪底的阻力 所以直撥率高的股份 其中一隻是順雨 另一隻就是舊經濟股 因為領子 剛才提及過 升勢很厲害 今天突破馬白天線 走勢不錯 原因是大摩說是正 大摩出報告說 估計30天之內 有機會跑贏同業 而且跑贏的可能性 是高達80% 說得非常厲害 原因是其中一個 就是公司最近回購 估計繼續回購股份 對股價有利 所以領子某程度來說 直撥率比較高 因為之前跌了非常多 今天既是突破一百天線 成交急增 所以走勢後製應該再有力 再嘗試一點點 就是這個前浪頂的阻力 這就是67.5%左右 當然今天看到考驗這條下降軌之後 回一回在高位升幅收窄 明天可能會再回一回 但中線有機會回一回之後 再彈一彈 挑戰這個重要的阻力位 講到這裏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